你醒了 快过来吃早饭 来了 都是你做的 你尝一下 怎么样 不错 那就好 那如果让你给这一桌菜 打个分 你打多少分啊 一百分 一百分 如果你下次记得 把外卖盒子藏好的话 看破不说破 反正呢 你要是现在才嫌弃 但是我不会做饭就已经太晚了 你可以一直不会啊 因为有我妈 好 你昨天睡得好吗 昨天睡得很好 你也有吗 那就好 吃早饭 我要你喂我 老大回来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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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想你了 你终于回来了 老大 老大 没有你的日子可太难了 是吗 我怎么觉得 你摸一摸得挺开心的 你能不能别拆我台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那 咱们开始 好 请 走吧 走 好幸福啊他们 走吧 走 大家好 我是搜的店长程默 我有很多身份 我是 一个不太让人省心的弟弟 一个 不太让人省心的男朋友 一个不太让人省心的店长 一个不太让人开心的兄弟 但最近大家可能 会来直播间看我 是因为我的另外一个身份 我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我的症状是 创后应激障碍 导致的间歇性心股发作 因为这个病呢 后来得过中度抑郁 有个自杀倾向 十三岁 我遇到了我的师父 他跟我一样 有着同样的症状 他带我入门的甜品 带我认识了一群像我这样的人 他让我觉得 除了病人这个身份 可以拥有其他的身份 我们做了一个活动 我师父想教更多的病人 可以用自己的手去养活自己 可以跟这个社会 依然有一些联系 可以依然证明自己有价值 他就带了很多病人 去做了很多面包 然后拿出去卖 那今天我坐在这儿跟大家 说这些呢 其实是为了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从今天开始 我们送 开始招纳 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 你们可以带新地来我们这里学习 我们会为你提供工作机会 所有的直播间的观众 我也会想说一句 如果你依然愿意来我店 如果你依然愿意买我们的甜品 如果你依然愿意 点我们这些 半截的防风蜡烛 一个烧下去的机会 谢谢 韩总 店里有事让您回去处理一下 好 好 好